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日本又要送疫苗给我们了 这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他今天上午的时候说的 他说决定要追加提供100万剂的AZ疫苗给台湾 这也是日本季6月4号提供了124万剂的AZ疫苗给台湾之后的第二批 到现在相隔三个礼拜的时间 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